你们总是把恋爱当成是一种感性的活动 恋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理性的逻辑的活动 它就像下相机一样 它是可以量化的 我们跟女生交往的第一步 想要引起女生注意 这时候正常情况下 要嘛去讨好她 送个鲜花给她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 这个思路正常会导致两种结果 因为这个女生假如被很多人追的话 那么这时候你的鲜花几乎是一个套路了 这时候你根据你对这个女生的观察 判断这个女生想要的什么样的人 这个女生气势是什么样的 你会采取另外一道策略 我们经常讲一些古话 叫做不是焉家不计同 这时候恋爱就是在寻找你的焉家 寻找你的对手 假如说送花这条路行不通了 你根据你的理性逻辑判断 你就要走另一条路 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的对手 去挑衅对方 去激怒对方 这时候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的存在 关注你 这个套路看起来好像是疑蠢的 但是只要你掌握好分寸 你在冒犯女生的同时 随时观察她的表情变化 比如说你是冒犯她的价值观 你不要讲一些说脏话 去冒犯她这个不合适 比如说有些女生说 我很喜欢韩国的某个明星 然后你这时候你冒犯她一下 那个明星我觉得挺一般的 但是你在冒犯她的同时 你要计算一下 这时候你犯法是 你就告诉了这个明星 她的某个电影 拍得不好 演技很差 你通过一些貌似科学的东西 来告诉女生 你这个观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冒犯呢 是 但是这个冒犯 恰恰能够让女生知道一点 你也了解韩国的明星 你也懂得韩国明星 然后虽然你提出了一些看法 这是个博弈的过程 在恋爱过程中 几乎每一步都是可以精准的算出来 你的话说到什么程度 然后对方会引起什么样反应 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这些都是几乎可以量化的 你的口气重一点 比如说你直接说 韩国的金秀贤 完全就是个脑残房 有谁他妈看他电影了 那我相信 多数的女生自然会掉头就走了 但是假如你 反过来说金秀贤的电视剧 其实拍得太熟套了 是一个很平常的 就是韩记的套路 反而是他的另外一部电影 隐秘的时代拍得特别好 那么这时候 女生就会觉得 你有脑 你懂得欣赏 我的明星 这些是不是可以计算的 完全可以计算 你是用理性 用逻辑去征服你人的 用你的理性 用你的计算 用你的计算能力 去征服你这个女人 所以女孩子 最好是先听完女生说了什么 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要总是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 动不动的 暴露自己有钱 帅 人品好自己给自己说了一大堆 实际上你的人品好不好 你到底帅不帅 你家里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才华 女生都是有眼睛的 都会观察你的很多生活细节 不需要你花言巧语的去欺骗 谈恋爱贵在真诚 请不起别人吃饭 就诚实地告诉别人 这个餐馆太贵了 一定要非常真挚地对待 要追着女生 不要营造出一个吸甲的东西 让女生误解了你 如果女生因为误解你 要爱上你 不管是误解了什么 不管是误解你有钱 还是有才华 那以后呢 你如果不能长期地维持这个假象 那么呢 就自然到了分手的时候 可以坐假一时 但是不可能坐假一个月 一年 这太累了 而且你靠吸脚 欺骗一个女生又有什么好处呢 靠装有钱人得到这个女生 那么女生爱上的是你的钱 不是你的人 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时候有些话 你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 但是不要欺骗 不要欺骗 女生问了 一些你难以回答问题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或者是跳过这个话题 但是不要打走脸充胖子 很多刚刚恋爱的男生呢 总是认为别的男人 都是靠花言巧语 骗到女生呢 其实多数的男人 都是靠真心诚意 来赢得女生的爱